本人的故障 在我们的语言中 打开你的话语 主啊 更求你帮助我们 存着一个安静的心 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 来明白 来更加的思想 来更加的确定自己的信仰 跟教会的礼裁 主啊 我们将以来的世界 拱拱盡盡的像羊羽像的交脫 因耶穌基督的迷宫先祷告 阿们 使徒行状在第二章的时候 就开始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使徒行状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他就要门徒在那边等候 等候主再来 然后呢 在等候之前呢 他们要需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但是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之前之后呢 还要有件事情 他们要等候什么呢 等候圣灵 这样 圣灵 这样 这个特定 变成一个 新约教会里面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在过去 有些人说 在旧约时代 是圣父的时代 因为旧约的时候 我们是讲的 圣父是上帝 然后在新约的时代呢 甚至耶稣基督的时代 然后在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来新约基督的后宿 然后我升天之后呢 好像说 现在是圣灵的时代 OK 所以呢 就开始要大型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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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群群节派 就是Pentecost 或者圣灵 圣灵 这些人 灵恩教会里面 他们就非常地 他们很常的时候 就看了 圣灵 这种圣灵 圣灵 就会被圣灵充满了 圣经 圣灵充满了之后呢 他们就讲起别国的话 他们就讲起了这个方法 所以呢 有些人他们就说 如果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一定要表明 你要讲方言 才表示你是圣灵充满的 更有些的极端是说呢 你一定要有讲方言的恩赐 你一定要会讲方言 你才能够表示 你是有这个救赎的恩典 你才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真的是这样子讲吗 这样子说 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 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盼望从十路行传二章的时候 我们一起好好来思想 并且能够好好来确认 我们信仰根基点 在什么地方 十路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他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五旬节的门徒都聚在彼此 那个的时候呢 是正是五旬节那天呢 也说教会什么时候 是officially的成立呢 在地上什么时候 正式的resist成为一个的教会呢 你可以说是在耶稣基督 复活生间之后 耶稣基督被钉食叫五十天之后 五旬节那天 教会正式的开始成立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表明了这个五旬节 这个圣灵降临的 他的时间 他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他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在一起祷告 还记得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讲吗 我们一起祷告 在一个大楼房上面祷告 那个房间很可能是马可楼 是一个非常大的 可以聚集一百二十人的 相信是一个这样的大楼 他们聚集在那边 那个是他的地点 那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圣经很清楚地表明 是在五旬节 什么是五旬节呢 Pentecost 什么是五旬节呢 今天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到五旬节教派 讲到Pentecost 但是圣经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呢 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 而五旬节对我们教会 有什么带来影响呢 五旬节基本上呢 有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方面呢 从什么来看呢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文化节期的角度来看 对于优太人来说 五旬节不是新设立的一个节日 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 五旬节也被称为是一个收割节 在优太人上面有三个的收割节 五旬节是第二个收割节 哈巴斯 然后呢 五旬节也被称为是七七节 两个七 七七多少啊 七七四十九 四十九之后呢 就是五十了 为什么是五旬 为什么是五十呢 因为在旧约的背景 在旧约的文化节期背景当中呢 当这个的 五旬的意思 是表示呢 五十 fifty 什么是五十呢 就是这个的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过后第五十天 被称为是五旬节 逾越节过后第五十天 被称为是五旬节 是一个收割的一个节期 所以那一个的时候呢 在寓意来说 那一天 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收割了多少灵魂呢 三千个 在五旬节那天 三千个人信主了 有这个的意思 收割的意思 在里面 五旬节除了这个节期文化的背景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的意义 在什么意义呢 在历史神学的意义里面 历史神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根据犹太人他们相传的记载 摩西在西奈上上面领受这个十条 上帝所办法的这个十条诫命 十条诫命 十条诫文化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 五旬节的那一天 是摩西在上上面领受了上帝所办法下来的这个十节 所以对那一天来说 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 是上帝把律法爆发下来给我们 那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有了上帝的律法 我们成为了上帝子民之后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灵 在这个开始 所以犹太人非常抗重这个五旬节 那一天是上帝把他律法赐下来 你们还记得耶稣基督怎么说呢 耶稣基督说 真理必叫你们得着自由 这个真理的灵是来自哪呢 真理的灵是要把你们带进真理 耶稣基督说 圣灵来的时候 是要把你们引进真理里面 想起我所说的话 圣灵来的时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圣灵来不是叫人家有这些灵恩的现象 圣灵来是要让人想起上帝的话 圣灵来是要把人带进上帝的话里面 或者是如果你们旧约的话的话 就是圣灵来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律法当中 所以五旬节跟律法是扯不开的 所以五旬节的时候 他指的律法不是那些条规式的律法 他指的是要把人带进去神的道 神的律法 神的话里面 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所以五旬节它是这两方面的意思 当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 在整个的西乃桑上面 在旧约的西乃桑上面 五旬节神把律法放发下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独特的时刻 当我们提到西乃桑的时候 犹太人传统当中 一提到西乃桑的时候 有三样的事情 他们一定是不能够放掉的 第一个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是有火 第二个是有风 第三个是有声音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响声 如果有火 有这个的风 如果你看回 你还记得西乃桑上面 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当十节放发下来的时候 整个火 整个山口 甚至被火焰烧着了 然后有风在那边 然后有大响声那边 众能都感到很害怕的 那个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在那个时候 神把律法放发下来 所以一有风 有火 一有响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马上的明白了 是旧约律法上 这是西乃桑上面 神所办法下的这个律法 很 这个 很 不是巧合 很配合的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杜家 他写 他记载 这个五旬节的诗记的时候 恰恰好 都出现了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十路新传第二章 第一节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在一处 第二节 哭狼 从天上 有响声下来 有声音 不知道什么声音 像一阵大风吹过 风吹过的 然后呢 充满他们所做的物质 又有舌头 如火焰 不要讲倒转到 不是火焰如舌头 它不是火焰像那个 它是有舌头像火焰 不是火焰像舌头 你们明白这个的差别吗 OK 所以这边是 有舌头 火焰先见 分别的 一个一个的火 掉在他们头上 不是 一个一个的舌头 掉在他们头上 所以 他们也称 它这个是speak in time 就是用舌头 所发出的话 有舌头 火焰掉在他们身上 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 至少 那个时候出现了风 出现了火 出现了响声 如果你明白 优太人他们的背景的话 你熟悉 优太人的文化的话 你这个时候 你看到有火 然后有风 有响声的时候 你马上自然而然的 想起 在西奈山上面 所发生的事情 律法要放发下来的 这个律法 不再是旧元的律法 耶稣基督 来定下一个新的律法 他说 我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 我是要成全这个律法 我要complete这个律法 旧元的律法 还不够成全 当新约这个时候 律法要被成全 要完完全全的 打来彰显出来 对着教会什么时候 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呢 就在五旬节的那一天 然后后来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它关于这个风 关于这个火 它不多谈 它多谈什么东西呢 关于讲话的 然后声音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跟旧约 这个新来山上面很相似的 新来山上面的风 不是真正的风 那个火不是真正的火 那个声音是一个 他们解释不过来的声音 同样的在新约 这个五旬节开始的时候 这个的响声 他们不明白什么响声 这个的风是风吗 不是的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作动之 风吹过 但是呢 好像是风 如果是风的话 他们就很清楚解释是风嘛 但是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 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 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然后看到这个的火 这个的火呢 不是那个燃烧的火 而是另外一种超自然现象的火 所以呢 无论是风 无论是火 无论是声音 跟新来山上面所彰显的风 火跟声音 都是同样的 有一个的本质 是超自然的本质 这个超自然的本质 是不能够被重复的 是不需要被重复的 这个本质 五旬节 圣灵降临的那一个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 圣灵降临信徒的身上 那一个的时候 是一个完全很独特的一个历史时刻 是不需要被重复 也不能够被重复的 因为那一个的时刻 是once and for all 那么今天如果你说五旬节 我们要纪念五旬节 那么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我们早就120个人一起祷告 然后祈求主 然后呢 有大响声 可能是地震发生的 然后风啊 然后火啊 掉下来啊 这些东西 是真的吗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once and for all 就好像今天 你不会要求 你不会在这个寿当节的时候 耶稣基督你再次钉十字架吧 然后复活节的时候 耶稣基督你再次复活吧 你不会这样要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次性的这个记者 所以今天 基本上五旬节教派 他们放了一个很大很大 神学上面的错误 就是他们要求圣灵再次降临 当信约神与我们人同在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要求圣灵降临下来呢 如果你要求圣灵继续降临 来匆忙你的话 就表示你怀疑 你信主之后 你有了圣灵 但是有一天的时候 圣灵突然间不见了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圣灵的同在 从新月开始 是一次性的同在 而且是永远性的同在 在旧约 人会可能失去这个的圣灵 所以大卫祷告说 不要 主啊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因为在旧约里面的时候 像昌孙拿下来写的 这些的属灵为人 神把这一个一次性的 这个的恩典放在他们身上 当时用完之后 会把它收回来的 当时在新月时候开始的 当时你降临的时候 神不再收回 所以今天你唱诗歌说 不要收回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的话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表示你在怀疑这神成绩 把他收回去了 那么当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 在第五节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天下各国是指 欧内人是吗 是全世界各地吗 不是的 他指的是当时候 他们所明白的地团环境 他们明白了这个天下的环境 就要像中国人说 这个天下是我的 天下是你的吗 最大的范围也是整个中国的版图 整个的不会大的非洲 是他们的吧 秦始王统一了天下之后 这边有看过吗 根本不知道谁是秦始王 然后非洲也不知道 印度那边也不知道 他指的天下是一个区域性的 所以他们明白了 而这边指的天下也是如此 那么他指的天下 是在整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然后整个的范围扩展 慢慢扩展出去的时候 他们认识到那些 那一个的时候 其实在祖前 差不多七八百年前的时候 优太人已经不是当然只是住在耶路撒冷 不是住在这个的优太地 他们是分散到世界 他们是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那边去 他们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这些的人 五行节那一天的时候 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了 那圣经那边提到有多少种的人呢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的时候 至少有提到有十五个 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 这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人呢 他们可能比如说都是华人 那华人呢 然后有些的是讲山东话 然后有些的是讲山海话 有些是讲福州话 有些是讲福建话 有些华人不会讲华语 然后全部进入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华人来的 但是在一起的时候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虽然都是有时候都是在那边讲华语 但是不是讲普通话 然后讲来讲去的时候 大家都不明白 可以稍微明白 但是又好像不明白的样子 然后就开始有激同亚讲那种感觉 然后基本上大家都不太认识 大家都不能够彼此的这个的沟通 就在那个时候 五行节的时候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然后门徒那时候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这个圣灵充满是表示 你不要看这个的 你不要看华文字来说 或者是英文字 好像是一个杯里面 然后那个水不够 然后要继续添添添添 然后再充满满到完掉的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就表示好像你以为 我需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只是住在我的一半里 就一半的圣灵来 然后继续求神 然后给四分之三 然后五分之四 然后六分之五 然后慢慢多 慢慢多 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 圣灵降临的时候 是与你同在 他指的这个圣灵充满呢 不是圣灵一半的充满 然后慢慢继续充满你 而是他指的里面 说这个在 特别在使徒形状 所说的圣灵充满的 圣灵的喜的 圣灵的恩膏 这些都有很相似的 它表明是当一个人顺服着神 然后让神来掌权的时候 那一个的 situation 就好像你驾飞机的时候 你用这个autopilot的时候 你自己本来是 自己在驾着飞机 驾着船的 然后呢 你不想驾的 那就是压一个button autopilot 就是让他来take control的时候 那一个的情况 就表示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 本来是内心掌权 现在呢 你愿意把这个租权 交给神 来掌权的时候呢 你压了这个autopilot 让他来掌权的时候 他来那个 delicate的时候 他来引导你的方向的时候 那个的情况 叫做圣灵的充满 明白吗 不是你在那个驾车的时候 然后